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dy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是我一PO在IG上就得到 超級超級熱烈迴響的 漂髮後新生活指南 先說今天的影片真的是詳細到一個不行 從你走出髮廊那一刻然後開始想 怎麼辦 我的眉毛看起來跟我的髮色不是很搭 我要買什麼染眉膏 我要用什麼眉筆 我眉毛太深了怎麼辦 一直到你回家開始要洗第一次頭 想說天啊 我要用什麼洗髮精 天啊 我要用什麼護髮 我的髮質好像真的有變差 再者 倒 洗了兩三次想說 天啊 我花了四五千塊染的顏色 怎麼只剩下金黃色了 我該怎麼辦 我要怎麼樣維護我的髮色 今天從一到十 這叫什麼 從一到一百 全部都分享給你們 那我先說一下我現在頭髮的狀態 我是漂染完三個禮拜左右 然後我的髮色應該算是我自己洗出來的 而且我頭髮算是我洗好的顏色之後 又再洗退了一次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 可以證明我覺得這些東西 真的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時候 因為我現在的頭髮 就不是剛染好很新鮮的狀態 但你們看 我覺得我現在的髮色 在螢幕上看也完全不會顯得 我覺得沒質感 看起來還是蠻像是剛染完的樣子 除了這個頭頂有一些黑黑的之外 就是我覺得狀態還挺不錯的吧 對 然後如果你們對我這個臉上的妝有興趣的話呢 我有把它錄成短影片 應該會放在IG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喔對了 然後還有 我知道如果要買期今天我講的所有東西的話 就可能有點吃不消 然後我覺得其實也沒有那麼必要 所以我在影片的字卡寫上 這個東西這個品項的必買指數是多少 如果是五顆星就代表你漂髮後真的真的需要去購入這個東西 那如果是一顆星的話就代表 你只要拿手邊可以替代有類似功能的產品就可以了 雖然我知道點進來這部影片的人 可能大部分都是已經有漂髮過了 但如果你還在考慮說我要不要漂頭髮的人呢 我在這邊就簡單的用可能三五分鐘 給大家做一個小測驗好了 我覺得什麼樣的人適合染淺髮 就是你的五官是比較小 整個臉的留白是比較多的人 如果你聽不太懂這是什麼意思的話 很簡單就去找一張 你可能跟別人合照 或是說別人幫你拍的照片 盡量是遠一點的 你去看你在照片裡面 是五官比臉的膚色明顯 還是臉的膚色比五官明顯 像我的話就是只要很遠很遠的照啊 我的五官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小 然後只看得到我臉的膚色 所以我的五官算是都蠻小蠻分散 臉上的留白很多的人 那這樣子的人會更適合染淺髮 因為淺髮帶給人家的第一印象是 他會注意到你整個人的造型 就不會放那麼多注意力在你的五官上 反之如果你是五官長得很漂亮 或是五官比較深邃的人 譬如說你的眉毛很濃 然後眼睛是很深的 雙眼皮眼睛很大 反倒是染身髮的話 人家更可以把視覺中心第一眼就放在你的五官上 如果你上網查的話 還有很多測試去測說 你自己到底適不適合淺髮 但是光這一點我覺得是最關鍵的 就只要你的五官比較淡的人 就會蠻適合染淺髮 然後五官比較濃的人就比較適合深髮色 那假設你做完這個測驗 你還是有點不放心 不太確定自己到你算是淡眼還是濃眼的話 很簡單 你就去網路上蒐集你喜歡的髮色 你把你喜歡的髮色都蒐集下來之後 就把它丟到可能美圖秀秀或是Pixar裡面 全部拼起來 然後再把你的臉一個一個一個披在那個髮色上面 雖然有很多朋友笑我說 這樣根本就沒用啊 然後什麼那照片很好笑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眼見為憑的人 所以我覺得那樣的模擬 對我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而且我跟你們說通常染出來 比你劈出來的效果會再更好一點 推薦給大家 那我就按照大家漂染完 會遇到狀況的時間序 來分享產品好了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眉毛 那眉毛可以分成眉粉、眉筆、染眉膏 跟漂眉膏四個部分 我就先從眉粉開始講 其實不管你是染什麼顏色的頭髮 紅橙黃、綠藍電子 只要你手中有一個 符合你髮色的眼影盤 甚至是腮紅 就可以完成眉粉這個步驟 那像因為我染的 算是比較粉橘色 所以我就直接拿我手邊有的腮紅 然後搭配眉粉兩個混著用 其實就很像是 你本來用眉粉畫的眉毛 就再多沾一點腮紅 讓那個眉毛的底色 有符合你的髮色就可以 如果你染的是那種什麼綠色啊 紫色啊就是混一點 綠色紫色的眼影 或說如果你不想要讓眉毛是那個顏色的話 其實你就是用淺色 就是眉粉裡面最淺的這個顏色 去勾勒一下眉型就ok了 那眉筆的話呢 我覺得又更不必要了 因為漂髮之後你的髮色 都會比你天然的黑髮再更淺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通常我只需要用眉粉 就可以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因為我不想要讓我的眉毛太搶眼 所以呢眉筆的話 我自己現在最常用的就是這個 colourpop的眉筆 然後色號是light brown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淺 跟我現在眉毛本身的毛鋁顏色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我如果真的有需要用到眉筆的話 我都是用這個colourpop的眉筆 那再來染眉膏呢 必買指數應該有到四顆星 尤其是如果你不願意挑眉毛的人 染眉膏的話是絕對絕對絕對必買 必必必必買的好嗎 我真的覺得我看過很多人他們染的髮色非常漂亮 可是因為眉毛沒有根據髮色去做對應的改變 所以就會顯得他們染那個髮色好像就少了一點什麼 少了一點那個氣質仙氣跟質感 大家聽過的一定一定一定要去買染眉膏 那我這邊準備了四款染眉膏 就是市面上比較熱門的我就來一一跟大家分享 但最後呢我會說這裡面只有一個最必買的好不好 首先呢我用過KATE的這個染眉膏 它呢不夠顯色 再來我有用過16 brand的這個 它是染眉膏跟眉筆二合一的 這個它是膏體太厚重 然後刷頭太難用 再來這個是我看太陽閃霜師會用的 這個是CLIO的KILL BROW 它的好處是它的刷頭啊非常的小 可是呢我覺得它的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對我來說它的染眉效果不夠 就不夠顯色 最後呢就是今天我唯一推薦 KISS ME的染眉膏 前面這幾個啊你們都不用去買都不用去看 直接去買KISS ME的染眉膏就對了 你們看我買了這麼多顏色 就知道我對它的執著 這個染眉膏是我用過最顯色的染眉膏 然後因為我現在髮色真的是蠻淺的 所以我之前都在用的是這個03號 也就是在台灣的開價能找到最淺的染眉膏 其實大家認真的去逛一圈屈神室啊或是康斯美 就會發現是亞洲人台灣人不太喜歡用染眉膏嗎 為什麼去屈神室幾乎找不到染眉膏的產品 就只有一些日本的品牌會出而已 如果你是染超淺髮 然後不太想要漂眉毛的話 一定要去買KISS ME的染眉膏 它的刷頭尺寸是比較大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對我的眉毛來說還OK 而且我在用之前啊 一定一定都會把這個多餘的膏體這樣子刮掉 一定要全部刮掉喔 一整圈都要刮掉 刮到這個刷子上面幾乎沒有剩下多少膏體的時候 再刷在眉毛上 這樣子才不會容易結塊 那如果你的髮色比我再深一點的呢 我會推薦這個五號色 但是五號色是比較適用在頭髮偏橘的人用 或是說如果你頭髮洗一洗有點緩了之後呢 我覺得也蠻適合用這個五號色的 平常黑髮或是說比較是那種深棕色的頭髮 我都是用這個六號色 六號色就是一個蠻正常的 有點帶紅調的咖啡色 但其實呢說了這麼多 我今天最最最最最推薦的眉部產品就是 漂眉膏 你們看到我現在的眉毛啊是已經有漂過了 而且你只要漂了眉毛之後呢 什麼染眉膏啊都不需要再煩惱 我現在呢基本上就只是填一下眉毛的空隙 然後頂多用眉筆畫一下眉尾 我的眉毛就結束了 超級快 我在還沒有漂眉毛之前呢 我花超級多時間在用那個染眉膏 又要控制用量啊 然後又要確保它都有均勻上色 這些又不一定能達到我想要的淺度 直到我用了這個 我的人生就改變了 我會在這邊附上我漂眉的過程給大家看 我現在看我這眉毛真的是看得有夠不爽的 因為我不管用什麼染眉膏 他們都沒有辦法染得比我的頭髮還要淺 這個JOLAND啊 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在蝦皮上面就打漂眉毛 然後就出現第一個出現的是這個 所以我就下單了這個 然後裡面就是有附這個 一個刮勺棒子跟容器 一個漂膏跟漂粉 有人說最好在漂之前 因為我現在皮膚比較乾 我還抹個什麼乳膏在這旁邊 或是凡士林好了 好我手邊沒有凡士林 我就用這個沒有顏色的護唇膏 抹在這個眉毛周圍的地方 因為我看他們很多人都說 漂這個啊 要覆蓋整個眉毛 所以旁邊的這個皮膚都會弄到 我就抹一點 我剛剛說3比1對不對 這個應該用不了太多吧 這樣好了 1 2 3 加這個 漂粉 喔喔 好我也不知道 就這樣大概 我把它攪拌均勻 應該這樣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看網路上的人都敷得蠻厚的 好其實我現在眉毛沒什麼感覺 說真的 就是也沒什麼刺刺的感覺 我大概是覆蓋到 看不到眉毛的程度 設個5分鐘的鬧鐘好了 它盒子上面其實是寫8分鐘 沒有10分鐘 但是我看網路上有人漂喔 就是8分鐘10分鐘20分鐘都有可能 那我就幫自己設 5分鐘我回來check一次 5分鐘到了 來把這個掛開來看一下 嗯 把它塗回去 嗯 好我覺得這樣差不多了 我剛剛大概等了 11分鐘左右 就是5分鐘然後3分鐘兩次 哇好神奇喔 哇 哇 效果太好了吧 好 哇很成功耶 我覺得漂眉毛 讚 看看我這個 before after 這簡直比去買軟眉膏還要好200倍 大家如果還記得自己當初在漂髮的那個退色過程就會知道 其實一開始退下來的顏色是比較偏橘金 所以如果你的漂眉膏大概停留8分鐘左右 它一開始的顏色呈現出來的會是比較橘金色的 但如果你的頭髮更淺 或是說是其他顏色 例如綠色阿 紫色阿 黃色這種比較特殊色的話 你可以讓漂高停的更久 像頭髮漂了兩次之後 它顏色不就會變得有點像金黃色白金色嗎 就盡量把你的眉毛漂到這麼淺 這樣子你之後 比如說要上一些其他顏色的眉粉阿 或是眉筆什麼 才會比較容易跟你的髮色比較能融合 如果你是一個有點害怕漂眉毛的人 我跟你講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就秉持著一個中心法則 眉毛如果太淺可以弄深 但太深不能弄淺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到洗護的部分 我就先從大家第一次洗頭開始好了 首先呢第一次洗頭 千萬千萬千萬要避免控油洗髮精 不要不信邪 因為當初我就是不信邪 我就用了這個洗髮精 這洗髮精沒有不好阿 這個是Mind Hues的控油洗髮精 我跟你們說一洗完 我頭髮原本顏色如果是100分的話 大概直接退到剩40分 就顏色退得超級超級快 而且只要洗一次 顏色就退得非常快 那時候我甚至是只有把這個洗髮精 放在我的頭頂而已 我甚至沒有把它往下帶 我整個髮色就退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用任何什麼控油阿 頭皮清潔 就是只要有主打清潔力的洗髮精都要避開 就像你看到溫神一樣要立刻避開好嗎 那我自己在用的呢 是我剛才髮廊買的這一款 我會把它的那個品牌名字 就是打在那個字卡上給大家參考 這個就是一般的護色洗髮精 洗護色是真的有差 如果你手邊沒有護色洗髮精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蠻必買的 但是沒有一定要買我這個牌子 就只要它是護色洗髮精 我覺得都可以 總之我的結論就是 一定一定要洗護色洗髮精 不管什麼品牌 它一定得是護色洗髮精 那第一次洗完頭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 髮質跟原生髮有一點差別 就是摸起來會有一點色色的 乾乾的 那我自己會用這個髮膜 這個我吃在我家抽屜裡面 突然翻到的一個 L'Oreal的絲樣膊 超長刃髮膜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賣 會盡量找給大家 這個髮膜啊 超級超級超級好用 而且它上面寫說 只要停留三到五分鐘 它就可以有很好的修護效果 因為其實我洗頭的頻率沒有到那麼高 所以我幾乎每一次洗頭 我都會用這個髮膜 看出來嗎?已經快要用完了 通常漂髮完頭皮會蠻乾的 有些人甚至會乾到有點脫皮 所以不需要擔心說 我髮膜抹太多 會不會頭髮很塌很油之類的 基本上是不會啊 除非你的頭皮非常非常的油 但是我自己呢 就是會抹非常非常多這個髮膜 就是你要讓每一根髮絲都 浸滿那個髮膜 不需要客氣 髮膜直接給它抹上去 就對了 最後穿完頭髮之後 我都會再抹上髮油 我覺得髮油也是 算是蠻必要 可是品牌不是那麼重要的產品 大家只要手邊有一個髮油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覺得髮油用起來的效果 都差不了太多 我自己用的是這個 Loreal的精緻護髮精油吧 應該是叫這個名字 這個我上的量也會蠻多的 會擠兩下 然後擦半邊 再擠兩下擦半邊 護髮的東西我真的就秉持著一個 抹爆的概念 好接下來呢 你洗完第一次頭 覺得嗯嗯嗯還不錯 開始要洗第二次第三次頭的時候 你就會默默的有點擔心 我是不是一個被髮色綁架的奴隸 很擔心 沒洗一次頭我的錢 就跟著水流這樣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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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到排水溝裡面 那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困擾呢 那我們就得派上我們的 校色洗髮精跟補色洗髮精 幫大家就大概解釋一下 三個名詞的差別 首先第一個護色洗 護色洗顧名思義 它是保護頭髮的顏色 通常是透明的洗髮精 它的目的就只是在於 不要讓你的頭髮的色素太快流失掉 再來第二個呢 叫做角色洗 角色洗的全名就是 矯正髮色的洗髮精 它通常會是這種紫色的 主要的目的是矯正 亞洲人頭髮通常會有的黃色 講一講開始有點肉 把這個衣服往下拉一點 最後一個叫做補色洗 補色洗的意思就是 把顏色補到你的頭髮裡面 所以它通常會是帶有 強烈色素的洗髮精 而且會根據你的髮色有所不同 假設你是藍色頭髮的 你就通常會要去買 藍色的補色洗 綠色就要買綠色的補色洗 我的話粉色我就會買 粉色的補色洗 那我們都釐清這個名詞之後呢 我就開始講 我用了這個角色洗跟補色洗 我用了一次補色洗之後 我中間會大概正常洗一到兩次頭 然後再下一次洗頭的時候 我再洗這個補色洗 那我用的這個角色洗跟補色洗是 安下度的 你可以根據你本身有的底色 還有你希望洗出來的顏色去 決定這兩個搭配的比例 那可能會有人想問說 欸為什麼這個角色洗跟補色洗 一定要同時用 就是因為這個補色洗啊 像紅色的這一罐 你如果單洗這個的話 它的顏色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 你可能一洗完整個頭髮 就變成死亡芭比粉 紫色的角色洗呢 它的目的就是要去除你頭髮的黃 因為你頭髮在退色的過程中 你本身頭髮退完色的那個黃色 也會慢慢慢慢的顯現出來 所以為了要讓那個顏色看起來更乾淨 更適合我們的膚色 就一定要再混著這個紫色的角色洗一起洗 另外一個作用也是去稀釋掉這個補色洗的色素 我先跟大家講 我的這個髮色的結論 然後再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想要調成其他的顏色 你可以怎麼去調配 如果你也是喜歡像我這種 帶有一點點粉調的橘粉色的話 我最終試驗出來我的話呢 是紫色要壓6下 粉色壓2.5下 加水加到200ml的刻度 如果你的頭髮更短更長的話 你就可以再去調可能紫色兩下 然後粉色一下之類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比例洗出來 不是你想要的顏色你可以怎麼調整呢 我就以粉髮來舉例好了 如果你希望你的頭髮顏色再更粉一點的話 你可以再多加半下到一下左右的粉色洗髮精 這個要記得每次加都不要加太多 不夠你再加也比一下子就加太多來的好 所謂的一下跟半下呢 就是這個壓頭壓到底跟壓到中間 這樣就算一下跟半下 那如果你是洗出來覺得顏色太淡 就是說整個顏色的飽和度都沒有你想要的這麼夠的話呢 你就是要調整水的比例 因為水是可以稀釋掉色素的嘛 所以如果你覺得顏色洗出來好像改變的不是很多的話 你可以少加一點水 那如果你覺得洗出來哇顏色一下子改變太多了 我想它只是些微的調整的話 你就可以多加一點水 讓它整個色素是比較淡的 好講完這個角色洗跟補色洗要怎麼用 之後呢我就來講一下 如果我要洗這兩個東西的那一天 我的整個流程是怎麼樣 首先第一個呢 因為這兩個東西啊 你用你就會發現它不是那麼好起泡 所以可能洗完之後會覺得頭皮沒有被洗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一開始都會先用護色洗髮精 把整個頭皮上的油脂啊 還有髮身上面的油脂給洗掉之後呢 才會開始用這個角色洗跟補色洗 那我依照比例把它壓到我這個大盆子 或是大碗裡面之後 一定要把它攪拌均勻 因為我這個盆子啊 它比較煩的是它的口太大了 所以如果我要直接淋在頭髮上的話 擔心會一下子就淋太多 這種所謂的補色洗它 最討厭的就是它蠻容易洗不均勻的 我會把它倒到一個這種小的瓶子裡面 我是看到網路上會有人去買那種擠醬油的瓶子 我把洗髮精倒進去之後啊 我會這樣子 像是搓那個奶瓶的方式這樣搓 調好這個洗髮精之後啊 先拿一小撮頭髮來試驗一下 你調出來的顏色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我通常會試這個耳後的一小撮頭髮 就真的一小撮 大概這麼一小撮就可以了 把你的洗髮液倒到這個小罐子裡面 然後擠一點在這個頭髮上 這樣子搓搓搓搓搓搓 然後大概等個三分鐘左右 用毛巾把水吸乾 或是用水把這個洗髮精給大概洗掉 那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真的很介意這個頭髮的顏色 所以我還會把它吹乾 讓它跟原生的頭髮比對 看是不是我想要的顏色 而且大家記得喔 你在檢查這座頭髮的時候 一定要去站在白光底下看 或是說自然光底下看 通常浴室的燈都蠻黃的 都調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洗在頭髮上 把頭整個滴下來 頭髮翻到前面 打開你的這個小罐子 這樣子 靈靈靈靈靈靈靈 用自己字的方式 盡量是一撮一撮頭髮淋 這樣一路靈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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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靈到髮尾 淋完了之後呢 用手把它搓搓搓搓搓搓 讓內束髮數都有均勻的沾到這個洗髮水 背面都淋好了之後呢 就把頭髮整個往後翻 開始弄正面的地方 那因為我有點偏直狂 就沒辦法在浴室裡面 然後就直接這樣弄 我一定要站在那個鏡子前面看 所以我會把頭髮分成兩邊 然後髮絲是一片一片的淋洗髮水 抹勻之後呢 放到另外一邊 然後再挑起另外一片髮片淋洗髮水 幾乎有點像是染頭髮的方式 讓它以一片一片的方式去染色 那特別注意的呢 是有時候你這樣淋啊 會忽略掉髮根的地方 像我現在有些髮根 還是沒有完全的 有被補色洗髮水洗到 會有點黃黃的 所以你們在洗的時候啊 一定要特別注意 要把洗髮水都要沾到這個髮根的地方 那在淋的時候呢 記得要先從髮根開始往髮尾染 盡量讓髮根擠到的這個洗髮精是最多的 那通常這樣擠完之後呢 我覺得那個染色效果是蠻立即的 就是你立即就可以看到哪些地方可能顏色有點不夠啊 那你就是邊看著鏡子然後邊補一點顏色的進去 都淋好了之後呢 我大概會等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用水把洗髮精都沖掉 沖完之後呢 把你的髮膜直接大坨大坨的抹在頭髮上 吹乾之後一樣再抹上你的髮油 這樣子就完成了 基本上呢這樣子就完成了我所有漂髮後的A to Z 1 2 3 白刻傳說全部都告訴你們 不知道花了多少個失眠的夜晚再查 我到底適不適合染淺髮 如果適合的話我又適合染什麼顏色 染完之後顏色退掉了怎麼辦 我要怎麼保養我的頭髮等等的 這些呢就是我實驗三個禮拜的成果 希望大家可以少走一點冤枉路 然後一樣可以養出喜歡的頭髮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漂髮後的新生活指南 如果有什麼我忘記提到 或說你很好奇的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會盡我所能的回答大家所有的問題 那如果喜歡今天影片 或覺得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幫我按喜歡可以按這個電話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